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样服务的成果 那第一家厂商的邀请是我们台湾国际 我想呢大家有一个最有感的感受是 只要我们跨出我们自己习惯的区域 到别的城市到别的区域的时候 我们最大的困扰是什么 找不到停车位 或者是好不容易看到 好像这一排都是路边停车的时候 开过去的时候 全部都满了 这时候刚好你又遇到它是单行道 无法回转的时候 你又再绕一大圈再去找别的区域 那台湾国际呢 就是跟我们台南市跟屏东县政府合作 最重要它是结合了这个地磁感测技术 让我们的停车位 路边的停车壳智慧化 这是这家公司所要做的一个 最大最大一个技术的分享 所以呢可以改变我们市民 帮助我们市民呢 提升这个路边停车壳智慧化之后 便利大家的使用 好我们邀请我们的杨资讯长 来到舞台上方来跟我们分享 掌声欢迎 大家好 代表台湾国际的资讯长 毕信扬 那刚刚主持人讲得非常的仔细 就是关于我们台湾国际 在这个产业里面的提出来的贡献是什么 OK 首先呢 先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在大家开车在路上的时候 大家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开了车 接下来要到哪里 然后怎么停车 那所以停车是一个城市的交通 最重要的最后一个环节 所以这个环节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管理我们的停车的方式 传统来说 我们想象得到的管理的方法 大概就是计费 收费 那透过收费的方式来让 有需求的人 可以能够得到有空的停车位 那比较没有需求的人 你就往旁边一点去停 但是呢 这样子的技术其实已经 还不能够符合我们现在 日记需求量越来越大的停车的服务 那这个时候呢 台湾国际开发 我们从三个面向来 综合性的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呢 我们从资料传输端 我们来去搜集足够的资讯 那即时的上传到云端 或是批次的上传到云端 再从云端里面去做相关的分析 那另外就是在民众的资讯端 要能够有一个方式 可以快速的让民众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跟停车有关的 相关资讯是什么 最后呢 还有包括 我们要把这样子的资讯汇整完 分析完 提供给各县市政府的 那个停管的机关 能够做相关的政策的决策指引 依据 那透过这些资讯呢 能够让他们制定更好的规则 能够更有效的来管理 而不只是单纯的 如出一策的 大家都是收费而已 而是我们透过这样子完整的 取得资讯 揭露给市民 揭露给机关 来做相关的 整个的智慧交通的管理 好 首先呢 刚刚提到的 资讯的取得这个部分 资讯的取得部分 也就是我们在这一次的 智慧城乡展的一个 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透过科技化的设备应用 这边呢 基本上传统我们想象得到 我们在做路边停车开单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一个开单员 在我们公司内部我们称为叫寻厂师 因为它其实基本上不只是开单 它还协助我们做很多现场的状况收集 资料收集 甚至是状况的排除 所以呢 现场的停管师呢 骑着电动机车 拿着PDA照相手机 在现场去收集相关的资料 包括了这一个停车格 有没有人停 什么时候停 那路上有出现一些微停的资讯 我们也都能够趁机收集 甚至我们有马路小天使 是能够来提供 现场有一些意外状况 我们来协助排除 那在手机上面 我们就可以及时地把整个资讯 往云端送 我们可以马上取得 我们现在跟路边开单的所有资讯 另外呢 我们这边左边有一个地词 刚刚主持人有提到 地词呢 就是我们会埋在 每个停车格上面 车子入场的时候呢 就会感测到 OK 有一台车进场 几点几分进场 在哪一格 出场的时候就可以知道 它在哪一格出场 那透过这样的资讯 我们就可以把 我们原本只知道 有一台车停在某一个格子 可能大概的时间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 不但更精准地知道 时间是多少 我们还能够及时地把这个资讯送到云端 那提供给之后的民众来做取用 那中间这一个是 台湾国际跟宏基智通 在台南的合作的一个停车立柱 我们在台南市目前已经布建了 2000多个立柱 这个立柱呢 上面有两个camera 车子进场的时候呢 它可以直接做车牌辨识 就可以知道哪一台车在哪个时间点进入到某一个车格 那离场的时候一样的 我们就可以知道哪一台 这个停车格 这个车子在什么时候离开了 透过这个方式 我们可以大幅地把人力资源减省下来 而且它开单的绩效会更精准 因为我们之前人力开单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 人不能够永远都在那个停车格旁边 所以会有一些前面的时间跟后面的时间 是没有办法精准地感测到的 这个部分呢 透过停车立柱的服务的话 我们可以让尖峰的地区 它可以很精准地取得这个停车的资讯 那比较不是尖峰的地区呢 它的可能停车的那个loading比较低一点的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透过像地磁这样子的服务来做一个整合 那透过这三种的整合 我们可以很精准地知道这个县市的停车相关 每一格的所有的资讯 那取得资讯之后我们要怎么应用呢 应用的部分我们分成两个层次 刚刚有提到说 我们的应用可以用在民众的资讯端 那透过了包括 对不起 透过了像是我们的APP 那台湾国际跟台南市政府合作呢 我们在台南好庭APP上面 能有完整地揭露我们停车相关的资讯 那除了揭露资讯以外呢 我们还做了一个算是 算是台湾智慧停车的一个创举 我们做路边停车的空位预测分析 空位预测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发明 就是我有时候我要到某一个地段的时候 我希望知道说接下来这个地方好不好停车 可是我通常都只能够开到现场 然后在现场看到像这边有一个 这种CMS的显示告牌 那我们才知道说 这边目前的停车状况是怎么样 那也许这边是塞满了 可是没关系 前面的某个地方右转 有一个大概有多少的空车位 我们透过这样的资讯给民众 这样协助民众来做他的路线的规划 但是呢 有时候民众更希望的是 我在出发前我就能够知道 所以呢 我们透过预测模组 我们来告诉使用者 可能接下来的30分钟 60分钟90分钟 在哪个路段他的空车率有多少 那当然这个预测模组 我们还在持续的优化 我们甚至希望的是能够让使用者 在更远的将来 例如说我平日的下午4点到5点 我想要到某一个地区 他可能那边的拥塞程度是怎么样 或是周末的下午2点到3点 我想要到某一个区块 他那边停车的拥塞程度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这边不断的 我们收集到资讯之后 我们不断的在优化我们的这个应用 那同样的 我们在提供给县市政府机关 更多的资讯 他们就可以做更精准的政策的掌握 例如说某个路段 例如说台南医院 在陈大医院旁边 他需要有更高的周转率 我们透过这些资讯 可以完整的呈现之后 可以告诉给政府一个依据是 来这个地区 我们能够提高我们的停车费 那有这些完整的资讯呢 交通管理才能更有效益 而不是一视同仁的 无差别的对待 那除此之外呢 台湾国际呢 在停车跟生活 我们也做了一个很好的串接 大家一定知道 停车不只是停车 不是一个终点 停车其实是一个生活的起点 我到了一个地方停了车 接下来进行这个周遭的商圈的生活 接下来再去开了车回家 它是一个起点 是一个终点 是一个闭环 所以台湾国际在屏东 我们做了很多很有趣的尝试 我们除了把这些停车资讯 揭露给市民朋友以外 我们还跟周遭的商圈 做相关的整合 举例来说 你如果到了某个卖场 你做消费 你可以做折抵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在 这个商圈停车 也能够取得相关的折抵呢 所以我们在屏东 进行了很多相关的 包括电价消费金额 折抵停车费 包括了各种不同的优惠活动 来促进大家在使用路上面 能够更有整体性的规划 这是我们台湾国际 在智慧停车这一个产业里面 目前做了很多的努力 那也得到非常多 市民朋友的回响 那我们希望能够 把这样子的经验 能够推广到更多的地方 让台湾每一个地方 都能够感受到 良好的停车管理 对 这是我们台湾国际 目前的努力的方向 谢谢各位 谢谢我们杨资讯长的分享 真的如资讯长所说的 真的很希望这套 非常这么实用的系统 可以运用在哪里 尤其是我们台北 台北每个 只要是外地来到台北的 所有的开车的朋友说 不想要再开车去台北 因为台北开车不难 停车位却非常难 可能光找个停车位 他可能要找一小时 两小时都有可能 所以希望这套系统 可以尽快地运用到 各个服务的范围的 我们的各个城市 这样子 好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们的优质的厂商 是我们这个炎阳科技 炎阳科技是跟我们 桃园市政府来合作 在桃园青浦特区 其实已经有建置 智慧灯杆的物联网的 应用的示范区 这个物联网的部分 它应用的不只是在 现有的范围 它同时可以延伸到路况的监控 还有行车辅导的领域 今天要特别邀请到 我们的范经理来到舞台上方 要特别再跟我们分享一个 营养特别一个新的资讯 是什么呢 叫做防汛系统 那这个防汛系统已经成功地 成功地协助我们台南市政府 提供这个移动式车水机的一个服务 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 我们的范经理来到舞台上方 来帮我们做说明跟分享 掌声欢迎 各位长官 各位现场的朋友大家好 我们这边代表的是炎阳科技 然后要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新一代的智慧防汛系统 首先我想先分享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去做智慧防汛这件事情 各位可以从数据上面看到 水灾是我们过去以来 伤害最大的一项灾害 比起地震风灾那些看起来很可怕的灾难 水灾才是跟我们最靠近 而且最容易发生的灾害 所以在过去来讲 每年有五千多人因为死亡于水灾 这些事件的发生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提前告诉民众 必须要逃难 或者是县市政府没有做好各个准备 于是水灾就发生了 人员就死亡了 所以我们在去年决定协助政府 专注于在做智慧的防汛的部分 所以我们从淹水的侦测 以及到抽水的系统 我们一路通通都有做完整的一个方案 所以我们先从知道淹水开始 水灾环境侦测器 它的架构是一个利用太阳能发电 然后装在现场 我们不需要去管理它的一个设备 对这个产品它是用太阳能发电 那我们政府安装了它以后 就放在现场端 它如果设定每三分钟上传一次资料 它可以在现场持续工作一个月 一个月不需要充电 那或许有些人会说 太阳能板会有积雪 会有灰尘的这些问题 那我相信政府单位每一个月 去巡视它一次 应该算是一个很基本的维修 所以当它可以丢在外面 一个月不用去管它的时候 它就可以有效地节省政府 去维护它的一个费用 那它的原理就是利用一个超音波 不断地去侦测河面的高度 以及你认为它会淹水的地方 侦测好了以后 透过NBILT或者LTE 或者4G的技术 取决于政府你喜欢什么样的技术 然后把资料上传到云端 云端的部分 我们有工部门的自己的云台 或者是一些常用的Google 或者A9这种云台 我们通通都可以协助 把它们传上去 那当然要传上去的资料 绝对不会只有 河面高度那么简单 同时这是一套整合性的系统 PM2.5 然后温度 湿度 以及各个我们想要加进去的 Sensor 感知器 我们都可以克制把它加进去 所以经过了这样的一个方案 我们可以及时知道淹水 然后马上去做一些预警式的处理 那这一套系统 我再讲更深一点 它有什么好处 首先它已经在都柏林 日本以及我们桃园的示范场域 现场有进行安装 各位可以看到 从照片中日本的政府 把它装在像水田一样的位置旁边 透过太阳能发电 然后它就持续在稻田中的灌溉渠道上 不断地去侦测水位 那这样子的一个架构 已经在日本政府已经开始在安装了 那它也协助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设备 迈到都柏林过去 那桃园青浦的话 我们只是跟桃园政府借了一个木栈道 然后实时监控清塘公园那边的环境 所以这样的一个系统 已经实际正在运作中了 这个产品有什么好处 我们炎阳科技 自己去设计它的硬体 韧体 以及所有的事情 我们今天 炎阳科技是个制造商 我们有自己的研发能力 我们没有买任何一个人的solution 我们没有买谁的方案 所以我们一切的东西 都是由我们自己开发设计制造 那这有什么好处呢 如果各个县市政府 对我们的产品有兴趣 随时欢迎来找我们客制硬体软体 我们绝对没有任何需要再转交 给其他人制造的一些功能 我们自己会整合所有的资料 整合这件事情 对政府部门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各位的政府部门的维运人员 已经很辛苦了 我们有另外一种方案 是你买了我们的gateway 然后装了很多sensor 然后政府部门收到了很多种资料 然后不断的花时间去把它整合在一个云台上 如果你用我们的系统的话 不需要 我们整合完 然后就只有一笔资料 上传到云端 公部门只需要收集一笔资料以后 然后显现在平台上就好 可以大大的节省掉很多政府部门 违运它的一些成本 甚至你可以说违运的人员只需要一位工程师 就可以处理好这些事情 另外这个盒子放在户外 一定会有防水防摔防盗的这些需求 例如说防盗来讲 我们在里面放了一个震动sensor 或者是请斜sensor 如果有新人士 无聊人士想要把这个机器拆走 当他一拆走它 震动它 请斜它 他马上就会发出一个警报 给政府单位 那会不会防盗 他一定不会防盗 但是政府会知道 他被拆走了 然后这边的资料不见了 然后以及 可以做出一些去维护他的一些事情 不会哪天它不见了 我们不知道 等灾害发生的时候 又被问说 为什么我们不知道这个东西不见了 最后 由于全部都是由盐阳自己克制的 所以它的资讯安全性非常高 我想所有的资讯安全 在现在政府的一些场域里面 算是非常要求的 我们所有的资料库 所有的程式码 都在盐阳自己设计制造 全部存在我们自己的伺服器里面 我们没有转包给任何人 我们不用担心所有的个资 会被泄漏出去 被开后门 被任何有风险性的事情 我们都不会发生 所以这就是找盐阳制造商 软体硬体机构 全部一起制造 有的一个整合性最大的特别 好 所以我们知道了 淹水了 下一件事情就是要抽水 那这部分的话 很感谢我们台南县政府 他已经将移动式抽水机 整合上我们的一个PLC的产品 那各位可以看到的是新闻稿 我们的产品已经成功的 跟智慧移动式抽水机 整合在一起 所以目前已经在台南县政府工作 而且前一阵子因为淹水 所以也有从台中调派一些设备 去台南支援 这些事情都仰赖了就是 我们提供的一些解决方案 给台南县政府 我们的智慧抽水机 主要就是放了我们一台 SRG3352这个Gateway 在移动式抽水机里面 我们这个产品 它会自动去用GPS定位 定位以后 再透过MQTT这种方式 然后把资料上传到 公部门指定的 Edge的一个平台上面去 然后显示每一台抽水站的位置 通常都可以显示出来 而且我们做了哪些事情 我们除了GPS的定位 告诉政府部门 我们每一台抽水机的位置以外 我们还可以侦测它里面的柴油 我想这很重要 当移动式抽水机要出动了 里面却没有油 这就是一个很灾难的事情 所以我们时时刻刻 把里面柴油的油量 都透过一样的技术 然后把资料上传到政府云台 所以政府可以随时知道 50台抽水机 70台抽水机 它的油量现在在什么位置 随时可不可以出动 另外还有维护的部分 它工作了多久 都可以从仪表板上看得到 从这个仪表板上 我们可以知道每一台抽水机 工作的时间多久以后 就可以派出正确的人力 去做空气滤清器 或者是各种保养 所以柴油的一台抽水机 它每天工作的时速 是可以被监控的 所以这个监控对政府部门来讲 是很重要的 那目前来讲 有一个还没做到的事情 就是由淹水以后 自动通知抽水机去派工 这件事情 目前滩山县政府说 他们没有这个需求 我想派工还是由人力来出动 该不该出动 还是必须由政府那边的主管单位 来决定抽水机要不要出动 所以它可以更智慧 它可以自动跟每一台机器连线 可是真的有没有需要连线 这个不一定 这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从盐阳自己 软体硬体跟云台一起整合 所以你想要我出动 自动出动 利用AI的技术去派工 我们可以做得到 你想要由人为来控制 我们也做得到 所以这就是整合性 从盐阳这边一起买一个 完整的solution的好处 那再往下的话 这个仪表板 这个仪表板 其实是很多政府部门 在跟各个制造商 讨论的时候 最花钱的一部分 软体的仪表板 现在是最花钱的一部分 我们有自己的 设计的一个团队 所有的界面 我们都可以包下来 帮你做出来 目前看到的这些 都是我们帮各个领域 包括振动马达 或者是一些汽车组装厂 帮他们做出来的一个成交 的成果 所有的美工图案 都是由我们自己来做的 所以我们是可以帮客户 完成做了一个客制化的仪表板 而且这个费用 一定是含在所有的系统里面 我们不需要再转包出去 不需要有额外的一个厂商进来 一起维护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服务 所以整套系统就是我们可以从 淹水了去抽水 资料上传到各个平台去 等等的一整套的服务 这就是我们营养可以提供的 完整的一个防洪系统 对 所以我们是营养科技 然后如果有任何需求 可以跟我联络 我们谈会在那边随时可以过来看 实际的产品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我们的经历 真的 其实透过每个厂商 尤其在这场营养科技当中 他又特别的协助了这个 台南市政府 就是等于说协助的地上政府 重点是怎么样 可以超前部署之外 再给防范与未然 知道发生问题了 到底要透过怎么样的科技的运用 怎么样优质的厂商来解决 目前当前发生的问题 不是发生问题 哇怎么办 没有解决方式怎么办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今天 这个智慧城市的这个展场当中 这个舞台当中 要透过这个科技的分享 透过优质厂商的分享 分享重要的资讯给大家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最后一家厂商 是要跟大家来分享的 厂商是万达通 大家呢 可能想说万达通 没有什么听过 但是大家一定都有去过这个地方 那个地方叫做台北转运站 有吗 大家都去过台北转运站 但是要买车票的时候 想一下我到底现在要买桶连呢 还是要买核心 还是要买国光客运 是不是要现场排队 现场看很多资讯 但是呢 这一家业者呢 整合了跨客运别 整合出一个叫做智慧行动的一个票证的平台 所以大家只要打开你们的APP 在APP上面你可以看到各家客运别的 这个时候的出车的车次 以及你要选要靠窗还是要靠走道 所有的系统统整在我们的APP里面 因为呢 在后疫情时代 所以大家不用再特别到现场去排队 再来保持彼此的距离 透过您的手机 全部都可以搞定 这就是我们外台东 这一个场上 所以我待会要来跟大家分享的 借用你们的掌声 欢迎我们的张经理来到舞台上方 各位现场的朋友大家好 那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能够在这个智慧城乡的这个活动里面 再次来介绍我们的那个台北转运站 这个智慧票这个系统 首先我先介绍我们公司 我们公司是经营台北转运站的一个公司 那基本上我们从98年营运到现在 是一个无铁共购的厂站 好 那在这边我先跟大家报告 那前两天的新闻上面也有推出 就是台湾高铁 它的APP推出满十年 那总共的一个使用张数是 一千三百万张 一千三百万张 那大概占了那个整个票券的四分之一 那另外高铁在使用网路订票的部分 也占了四成 他们花了十年的时间 才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成果 所以呢 在经营转运站的我们 就想说台铁高铁都有APP 那但是稍微比较弱势的国道客运 就很可怜 没有去做这个部分 但是他另外一个问题是 他很多家 还有很多家的业者 基本上在转运站里面 就已经有了十家的业者 所以身为经营业者的我们 就起心动念 就帮业者做了这一个 智慧行动购票的一个APP 那也很感谢智慧城乡办公室 能够让我们这个案子能够通过 然后也去申请到了补助 那从108年8月 营运到现在也一年多的时间 那就我继续跟大家报告 我们整个营运到现在的一个历程 那其实刚刚主持人有提到 我们的APP可以在APP上 可以及时得到客运的一个班次 跟座位的一些资讯 那尤其在后疫情时代 其实现在大家都 希望能够在手机上 完成很多的动作 就像我们这边讲的 我们可以直接在手机上 完成所有的动作 购票 退票 分票 换票等功能 我们就诉求 所有的动作都能够在APP上完成 不要再去现场排队了 所以呢 手机就是车票 这个就是我们的车票 我们已经营运一年多的时间 所有的功能都在上面 那另外呢 我们现在也已经超前 就是现在所有的一些场站 用扫票机的一个动作 那当然交通部公路总局 会在未来的四年 在所有的公车上 去做一个验票机的一个更换的作业 那到时候这个QR Code的使用 会更普及 那在去年六月的时候 其实交通部也已经正式的宣告 其实未来就是少QR Code的时代 那不管以后在公车上 国道客运 高铁 台铁 甚至很多的大众运输 都会使用QR Code 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趋势 好 首先呢 在继续我们讲这个 QR Code电子票证的时候 其实我们现在都是用 一个实体卡的部分 那其实它有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 就是它或许会遗失 或者是会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状况 那个也可能没有实名字 那在我们APP的行动票证的部分 它都是可以去做一个 克服的一个动作 这个是我们截取网路上的一些资讯 就是实体卡 或者是一些行动电子票证的部分 的一些问题跟状况 那这也是其他的一些 中台湾好安卡 或其他一个卡片的一个一些状况 这样这边有写 每年都一个投入的金额 那它的销售的状况 并不是非常的好 好 那再来我们说明一下 我刚才报告 我们在前年的8月23营运 目前会员数也已经超过16万 那平均每天的售票张数大概1000张 那累积已经超过36万张的票 那目前统联核心 Aroha 国光 总计有11家业者 加入我们这个售票平台 那我刚刚跟大家报告了 就是像第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可以在APP上 看到所有的客运业者 举个例子 你今天要往台中 台中可能有统联国光核心 你在以前你可能要每个APP都去查 现在我们把它整合在一起 那你也可以自由的选位 那我们也是利用了多元支付 目前是用信用卡 接口跟LightPay的部分去做付款 那线上取票 那我们在去年 推出最新的功能叫做换票 我们可以允许消费者在 搭车前一个小时前 去做一个换票的动作 如果今天行程有延误的话 那我们目前已经有 11家业者跟我们合作 那这个是我们一个强大的 一个后台的一个系统 就是我们在这一年多的时间 跟客运业者的一个相关的 一个合作 那当然政府在每年连续假期之前 这边有写 都会有一个八五折的一个优惠 那我们也希望 政府单位能够针对电子支付的部分 甚至行动票券的部分 能够多于加码的一个优惠 这样才能够促进民众 多去使用这个电子票证 那其实政府的政策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交通部有找了五条路线去做一个试办 也是用电子支付的部分 那预期要半年的时间 那我们希望它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 能够去做一个修正跟能够实际的营运上线 那当然相关的一些功能 这个我就不再赘述 那当然我们现有的一些路线 除了一些国道客运路线以外 另外还有就是客运的连票 观光巴士 那还有预约市的巴士 还有太鲁阁天翔这种日券 那像这个是那个台湾好行的部分 那当然我们也在去年的10月 跟双城巴士合作 就是一样用电子票证的方式去做处理 这是一些过程 那去年跨年 也跟高雄的双城巴士 做一个爱吃转的一个活动 那当然刚过的武林樱花季 我们也跟国光客运 风源客运合作 那大量的客户使用这个电子票证的部分 那最新的部分 我们预期跨出陆运 即将跟海运 就是东港跟小榴球的一个合作 这是我们未来预计在4月份 即将推出的一个部分 所以那当然另外还有一些学生专车 或者是跟县市政府的观光旅游案 也持续的在进行 其实未来就是希望说 能够用QR Code登车 把所有的一些资讯跟活动都整合在一起 希望能够一票到底 短期 中期 长期的一些构想 那当然就是一个平台 一票到底 一码通行 那最后如果有机会 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部分 去做一个无人的一个示范场站 那就是希望做一些 连程转运的一个部分 把所有的套装形成 把它包在一起 其实就是我们制作一个 整合的一个动作 就是其实最后就是 希望能够大家能够 持续支持台北转运站这个APP 那我们会持续的营运下去 谢谢 谢谢张经理的分享 其实我刚刚很感动 刚刚看到台下张经理在分享的时候 我看到台下已经有人默默拿出手机出来 下载个APP 为什么 其实我们这个智慧承商馆当中 这个舞台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资讯分享 资讯交流的一个平台 大家来现场所听了 其实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息息相关 刚刚所讲的是跟我们达客运相关 再往前再推一个 他们是我们如果到台南去了 我们怎么样去路边停车 有智慧化的这个路边停车 不会白白跑到这边去之后 怎么没有停车阁了 其实这边跟我们生活相关 所以刚刚我很棒 我看到下面有贵宾默默拿出手机出来 开始下载APP 所以其实在这个智慧承商馆当中 今天所分享的从我们早上11点的 peach的活动跟大家分享就是智慧治理的部分 以及到下午端我们讲了智慧的零售 智慧观光以及智慧舞区 一直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场所分享的 就是我们的智慧交通 这是我们今天整个peach的session的部分 那在明天的场次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 就在我们后面那一区 看到绿绿那一区 就是我们的智慧的农业 以及最后再讲到怎么样智慧有农业之外 再来智慧教育的部分 这是在我们明天的这个一样同一个舞台 会跟大家来分享 所以其实我想跟大家来分享当中 其实大家来看这个整个展 智慧城市展 一直到特别来到我们这个智慧城市馆当中 我们很确实的跟大家分享了 智慧舞区的概念 以及物联网IoT的概念 以及最重要是什么 今天一直分享到的 AI的科技的运用 这三大运用 所以我希望这三大运用 结合的我们优质厂商 落实到我们人民的生活当中 大家会非常的有感 所以我们邀请所有的贵宾朋友 明天一样再次来我们的这个智慧城市展的 里面的智慧城市馆的这个舞台 一起来聆听更多的姿势的分享 那最后提醒大家 一样又再度受伤我这个很可爱的口罩 对吧 我知道刚下面的人说 这个我还没有拿过 有人问说我还没有拿过 怎么拿 很简单的方式 大家来你们的宝贵意见 就是我们成长的动力 所以希望大家待会结束之后 可以到我们这个智慧城市馆的活动舞台 扫QR Code填写简单几题的问卷 就可以兑换这个我们限量版的口罩 记得我们这个口罩 这是我们智慧城市馆的这个吉祥物 叫做什么 有没有人还记得 这场应该 拿过应该 拿过应该还这场没有来 这叫做爱洛洛 那个爱 爱草的爱 然后哪个洛 洛阳的洛 爱洛洛 非常的可爱的名字 好 我们邀请所有的贵宾朋友 明天再度一同在这个舞台当中 跟我们一起共上正举 明天的场次的活动 谢谢你们 谢谢